這個金碟國際 25元有貨的前景如何看 這個是Kimi 268昨天也抽了上來 我覺得短線裡面的金碟 可以都提高一點點 因為我也留意到近期 就是外媒好像Reuters那邊都有報導 就說由5月開始 內地政府就好像有一些 不成文的一些規定 就要求國企就要買一些國產貨 其實之前都傳過很多 譬如可能內地很多政府部門 現在用的軟件都要逐步轉為國產 研發那些品牌 希望用少一些外國方面的軟件 所以對金碟來說都有一些幫助 還有看到的股價之前來說 都跌得比較殘 如果你說現價這些位置 駁去彈回浸 我相信也有些空間 初步我自己看上去 可能28元左右 至到30元 你計算現價買 距離的目標價 都有一成幾個升幅 我覺得都是直博的 好 如果是無視乎的 都會看到 哪些公子 有一點 是 這就是 哪有 你 有